我有三个一父一母的姐姐和一个妹妹 她们每个月不是送我十万亿零花钱 就是把她们家二十万亩的别墅送给我 我本以为她们对我的呵护是亲情之间的关照 可直到我成年 她们开始变得不对劲起来 大姐笑于荣每天深夜都会潜入我卧室 二姐柳如烟每天早上都会请我喝牛奶 三姐李诗雅每天把我按倒在墙上狂啃 妹妹沈幼主每天一晚在我身边喊老公 我本打算日子就这么过下去的时候 可是她们一有时间就要求抱抱求亲亲 完全不给我个人空间 而这一切的美好生活 只因我发了三个狗头 此时我正走在回家的路上 正好见到大桥上一个少女正在唱跳ramp打篮球 作为一个五星市民的我 正准备来一场英雄救命 谁知道我脚立马 两人双双掉入河里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只见右脸上一个鲜红的巴掌少女正在吸食我口里的香味 她是重生者 没想到刚重生回来 就被自己老公意外给推进河里 在我脚麻溺水的过程中 她为了救我 还被我无意之中扇了一巴掌 我有些吃痛的推了推面前的女孩 可是不但没有用 对方似乎为了抱一巴掌之仇 更加用力的吸食口中的香味 这下可真是快要把我的眼泪给腾出来了 一番报复性的惩罚之后 比诗亚才松了松牙关放开了我 有一说一 这十八岁的老公 味道就是不一样啊 前世我特别爱抽烟 两人互相吐口水的时候 他总能闻见那淡淡的烟味 他倒也不是很在意这一点 在意的是我得了肺癌 躺在病床上痛苦的样子 他心里也有些揪着疼 既然现在重生了 他是不论如何都不会让我染上那该死的烟疫 要是敢给他再抽一口烟 三条腿都给我打断 此时我面露蓝色 我这一双大眼睛都不知道该放在哪里 本来对方穿的就很凉快 就一件黑色蕾丝睡衣 经过刚才那一出 这该瞧的和不该瞧的 我都不小心瞥见了 我脱下了自己身上的一件黑色短袖 给对方递了过去 李诗亚看着递到面前的短袖 以及一脸羞涩的我 李诗亚也没拒绝 接过我的衣服后 麻溜地套在了自己身上 听到嘻嘻嘟嘟穿衣服的声音 我脸旁微红 等对方把衣服穿好后 我才转过头 不好意思啊 我刚想救你的 却没想到 那我真是谢谢你啊 李诗亚咬牙道 我只是站上去看看 没想跳河 我一听这话头又埋低了几分 不过我想了想 哪个正常人大半夜站护栏上看风景啊 那要不这样吧 我家就在旁边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一会儿你去我家 我给你拿一套干净的衣服 我刚一说完 李诗亚便十分爽快地回答了 行啊 那走吧 这干脆利落的回答 不禁让我一脸问候 不是 这都不用想一下的吗 你这可是要去一个 陌生男人的家里 李诗亚见我还傻 站在原地发呆 出声提醒道 你干嘛呢 快点走啊 这狠身顺碌碌的 确实不舒服 是该换一身干净的衣服 我家离这里 就一两百米的距离 我和李诗亚 一个光着膀子 一个光着脚 往我家赶去 李诗亚盘算着目前的局势 这既然重生了 那肯定是要做出一些改变的 比如帮我实现一些前世的遗憾 我前世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能找到失踪的父亲 还有我读大学时候的白月光 只不过这白月光拜金 一毕业 就和我分手了 现在重生回来 李诗亚可不会让这些事情发生 她不仅要做朱砂质 还要做白月光 真正入她眼的 就只有我的那两姐姐 至于妹妹 一个五岁的小孩子 给个棒棒糖就能忽悠了 也不在她考虑范围之内 那个 你要不穿我的鞋子吧 这路面有很多碎石渣子 我犹豫半晌还是开口了 李诗亚侧着头 一双水灵灵的魅眼注视着我 那你要是把鞋子给我了 你怎么办 我没事的 我一个大老爷们 还怕这点疼吗 我故作轻松地耸了耸肩 那这样吧 你干脆背着我走好了 这黑不溜秋的 路也看不清 要是踩坏了脚就不好了 李诗亚提议道 也行 既然人家都不嫌弃 自己也不吃亏 我没有多想 配合地蹲下了身子 李诗亚嘴角微翘 很是自然地就把身子贴在了我的背上 我低头看着路面 一步一步都走得极为艰难 手上和背上的触感 以及脖子上一双白雪的纤细手臂正环抱着 这是不是有点太不把我当外人了 我还是一个只有216个月的宝宝啊 哪顶得住啊 注意到我有些艰难的步骤 你怎么了 我太重了吗 没 没事 我抢挤出一抹勉强的笑容 李诗亚歪着脑袋 没看明白 不过等两人到家 我拱着身子匆匆跑去厕所的时候 她好像就瞬间明白了 来 你先换上这拖鞋吧 我手里拿着一双黑色的拖鞋 走到了李诗亚的身前 你穿好鞋子跟我来二楼吧 我去给你找一件我姐姐的衣服 我带着李诗亚进了一间卧室 房间的装修风格是极简风 圆木色的家具和洁白的墙漆 分不太出来这房间的主人是男生还是女生 不过李诗亚上辈子可没少和我在这房间里面干坏事 所以她是知道的 我出去等着 吹风机在卫生间里面 你可以等会儿再去吹头发 说完 我便走出了卧室 李诗亚看着床边的衣服 嘴角微翘 李诗亚甩掉脚上的拖鞋 脚尖轻踩在地板上 等走到我床边 她一头直接栽倒了下去 床铺上是一股淡淡的清新柠檬味 是她前世怎么闻都闻不腻的味道 重生了一件十八岁的老公 真好 李诗亚突然就笑了出来 这次重生回来 成了帮老公消除遗憾 还得把未来的老公 调教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行 思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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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诗亚的内心在呐喊 吹完头发的李诗亚回到客厅 就看见我抱着一桶泡椒方便面在吃 咕噜咕噜 一阵尴尬的声音响起 几分钟后 客厅的餐桌上 李诗亚和我两人并肩而坐 一口接着一口缩着方便面 吃完泡面 时间已经是十一点了 虽然她也很想留下来过夜 但现在明显不是时候 现在她和我的关系可不是夫妻 甚至就连朋友也算不上 我默默收拾着桌上的垃圾 借着眼角余光偷偷打量着面前的女人 这么漂亮的女人 以后应该不会再见了吧 加个绿泡泡吧 你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愣了一下 你爱什么 不加绿泡泡 我怎么把身上的这衣服还给你 送走李诗亚之后 我也是接到二姐柳如烟的电话 魏姐 怎么了 也没事 我就问问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明天要和朋友去一个地方 接下来的一个月 可能都不会给你打电话了 我呀 还行吧 你在那边照顾好自己就行 自从柳如烟去国外留学后 三天两头就会给我包电话周 我对此已经习以为常 我也很能理解自己姐姐为什么会这样 孤身一人去国外留学 那孤独的滋味肯定不好说 此时的另一边 大洋的彼岸 柳如烟正一副大姐头做派的 坐在一堆白种人黑种人的中间 好好好 到时候等姐姐忙完 我请回来给你个大的惊喜 柳如烟嘴角微笑道 自己弟弟就是天下最棒的 他要抓紧赚钱 与此同时 在我洗澡的时间 一辆黑色的SUV停在路口 随后 一道高挑的倩影下车后 牵着身旁一个小女孩往我家里走去 洗完澡我刚回到客厅 手机铃声又响了 我只以为又是柳如烟打的 直接按住手机侧键接听 喂 姐 不是我说 你是不是偷偷在家里按监控了 怎么我刚一洗完澡你就打过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半嗓 随后道 那可能是巧合吧 和柳如烟暖暖的预解音不同 这声音如同冬日里的寒泉 没有一丝温度 我瞬间意识到了不对劲 慌慌张张解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荣语姐 我以为是我姐给我打的电话 没想到是你 没事 又厨想见你 我们现在就在你家楼下 我惊讶地走到二楼阳台 往下面一瞧 果然就看到了不远处 一大一小的两个身影 我马上下来 我对着电话那头说道 随即快步朝楼下走去 姐姐 哥哥怎么还不下来啊 沈又厨紧紧抱着怀里的小熊娃娃 你马上就下来了 沈又厨打了个哈欠 她现在这年纪 一般七八点就睡了 可是今天不一样 刚睡下 她就做了一个噩梦 梦见有一个大熊女人 把她哥哥给抢走了 哥哥是她的 她要和哥哥永远在一起 荣语姐 我打开门 礼貌性地打了个招呼 和从小一起长大的柳如烟不同 我和笑荣语只是名义上的姐弟关系 平常都基本没有交流 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会寒暄几句 沈又厨走上前一把直接抱住了我 甜甜的叫声 哥哥 又厨这么晚了 找哥哥有什么事吗 我揉了揉身前的乌黑小脑袋 沈又厨眼睛很大 笑起来的时候弯成小月牙 特别可爱 哥哥 我今晚可以和你一起睡觉吗 沈又厨紧紧抱着我的大腿 刚洗完澡的 我浑身上下都散发着一股清新的柠檬味 沈又厨很喜欢哥哥身上的这个味道 每次他都会贴身闻好酒 他做噩梦了 吵着要你来哄他是 萧荣语解释道 又厨今晚想跟哥哥睡吗 我蹲下身来问道 嗯 沈又厨连忙点了点头 他最喜欢和哥哥一起睡觉了 每次都睡得很踏实 梦里也能梦见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也行 那我上去收拾收拾屋子吧 荣语姐今晚要不要也在这里睡 嗯 萧荣语点了点头 得到回答后 我便转身准备上楼去收拾屋子 这还是两姐妹头一回在我这里留宿 刚转身 就听身旁软软糯糯的声音 姐姐 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睡啊 我差点直接摔地上 脚步一顿 转头看了眼萧荣语此刻的脸色 还是一如既往的冷冰冰 萧荣语瞪大着眼睛 有些不明白为什么 我耐心解释 男女瘦瘦不清 虽然我和荣语姐姐是家人 但是该避嫌的 还是得避 说完 我刮了刮沈又楚的鼻子 萧荣语眼眸半眠 盯着面前的男生 也没开口说话 沈又楚歪着头 小问号你是否有很多小朋友 我和哥哥也是家人呢 为什么我们可以睡在一起 因为你还小啊 沈又楚皱眉 那是不是等我以后长大了 也不能和哥哥一起睡觉了 那当然不能啊 为什么 我不要这样 我要永远和哥哥一起睡 这童言无忌的话 我也没放在心上 等又楚长大 陪在你身边睡觉的 就不是哥哥 而是你的男朋友或者老公 男朋友 老公 是什么 是以后一直要陪在 又楚身边的人 等你长大以后就知道了 那哥哥可以当我 男朋友和老公吗 我想让哥哥 一直陪在我身边 不不不 哥哥是哥哥 老公是老公 这是不能混在一起的 这可不新说呀 这不是乱伦了吗 我可不是下面 这个地址的动画呀 为什么 沈又楚依然不解 因为我们是家人啊 为什么 也许每个小孩子脑袋里 都有十万个为什么 一直在一旁默默听着的 萧荣于此刻插话的 为什么 沈又楚还是一头的小朋友 他听不太懂 他也不在乎 他只想要我以后一直陪着他 行了行了 我们赶紧上去吧 这大半夜的 我拉着沈又楚就往楼上走去 再这么让沈又楚问下去 估计还能水个一两集 我打算让萧荣于 住自己的那个房间 他和沈又楚住柳如烟的房间 没办法 柳如烟很讨厌 有其他人碰自己的东西 收拾好房间后 家里只有两双拖鞋 好在沈又楚是穿着拖鞋来的 我拿着柳如烟粉色的拖鞋 来到萧荣于面前 把拖鞋放下后 荣于姐 你要不要洗澡啊 要 用下你的拖鞋 还有你的浴巾 萧荣于直接忽视了地上粉色的拖鞋 他不用细想都知道这是谁的 那个让他十分羡慕嫉妒 名义上帝妹妹 荣于姐 我这拖鞋都还是湿的 柳如烟不喜欢我用她的东西 而我也不想用她的 这话给我干沉默了 自己的两位姐姐虽然是一家人 但是这关系可是相当差 沉思片刻 我还是换上了柳如烟的拖鞋 把自己的拖鞋给萧荣于递了过去 沈又楚此刻已经在疯狂蒙点脑袋 都快十二点了 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 已经是很晚的时间 荣于姐 我抱又楚去洗漱一下吧 必闻到熟悉的味道 沈又楚嘴角微翘 哥哥 我在家里洗过澡的 我们快点上床睡觉吧 我和萧荣于对了个眼神 接着往房间里面走去 爱了拍床边 哪声哪气道 柳哥快过来 我刚躺上床 沈又楚就往我这边挪了挪身子 一双小手紧紧抱着我的右胳膊 另一个房间内 刚洗完澡的萧荣于回到我房间 没等他在床上坐下 就眼间的看见 印有卡通小熊的米白色棉被上 几缕黑色的头发 四安安静静的躺在上面 萧荣于伸手将床上的发丝捏起来 仔细瞧了瞧后扔到床边垃圾框 萧荣于眼神不停在房间打量着 他应该是除了柳如烟之外 第一个进到这房间的女生吧 他是真羡慕柳如烟啊 我面对他 和面对柳如烟完全就是两个态度 不过他也明白 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他自己的原因 和我初见时 瞧着对方和他后妈气氛相似的脸 他心里只有浓浓的厌恶 这种状态持续了一年 直到第二年的夏天 和我一同经历过那期绑架之后 他才惊觉自己错得有多离谱 从小到大 他第一次感受到家人的温暖 不是来自他的父亲 而是来自这位弟弟 当时年仅13岁的我挡在他面前 身高还没他高 但是却异常坚定地对几个歹徒说 不要欺负我姐姐 虽然当时的那些个歹徒 都被这话逗得哈哈大笑 但是直到现在 他都记得当时那种直冲心灵的战力感 嗯 笑容于躺在布满我味道的床上 他也很想像柳如烟那样 轻易地叫我安安 也想听我随意地叫他一声姐姐 笑容于猛嗅了一口棉被上的味道 他其实也很想把我抱在怀里 闻闻这让人安心的柠檬味 每次看见柳如烟朋友圈 晒出来的和我亲密的照片 他都很羡慕 一夜无话 第二天 一辆红色的跑车停了下来 李诗雅下车 右手提着刚买的 还热乎的早餐 左手提着包装袋 里面装着的是上次我借给他穿的衣服 李诗雅看了眼时间 自言自语道 这个点小懒愁应该起床了吧 笑容于的睡眠质量很差 晚上稍微有点动静他都会醒来 不过这一觉睡得格外踏实 起床后 他打开房门来到客厅 看了眼对面紧闭的房间门 里面没有一点动静 楼梯里传来高跟鞋 踏击地面的清脆声响 笑容于的注意力瞬间被吸引了过去 柳如烟 他眼睛半眯 如果是那个女人 等会免不了又是一顿争吵 李诗雅敲响二楼的房门 看清给他开门的女人时 他有些猛了 笑容于你怎么会在这里 李诗雅 你怎么在这里 笑容于满脸疑惑 眼前这位可是他的学生 虽然只有21岁 但这智商完全比他手底下的硕士生 李诗雅也是回过神来 萧教授 我是来换衣服的 换什么衣服 昨天发生了一个意外 李诗雅随即将发生的事情 给对方讲述一遍 不好意思萧教授 我能不能问一下 你和他的关系是 李诗雅默默观察着 笑容于脸上的表情 前世笑容于知道 他和我在一起之后 那可真是当场就发飙了 别看他是笑容于得一门声 实际上 恐怕在笑容于心里 他可能连我的一根汗毛都比不过 关上房门 还有笑容于脚上的拖鞋 他就有些纳闷了 现在笑容于和江崎安关系 现在应该没这么好吧 据他的了解 笑容于就是特别傲娇的一个人 心中明明很在意江崎安 但就是不说 并且还生怕江崎安发现这一点 笑容于没回答 而是反问道 你这手里提的是什么 早餐吗 早餐 给我弟弟买的 说完 他便眯起了眼睛 审视着自己这位得意门声 要是敢有其他心思的话 那爱徒还可以再找 弟弟就那么一个 我这顺度买的 走路都一蹦一蹦的 我紧随其后 就看见不远处两个女人 站在门前相互对峙着 李诗雅 你来了呀 我是来换衣服的 李诗雅抬手提了提 自己手里的衣服袋子 笑容于眉头微重 侧身挡在两人视线 伸手道 把把衣服给我吧 李诗雅礼貌地笑了笑 这笑容于还是这么个德行 生怕江崎安遇到坏女人似的 不过总比柳如烟好 若柳如烟看见有人接近江崎安 那真的就跟 扎了毛的猫咪一样 行 李诗雅把手里的衣服袋子 递给笑容于 随后往前走了一步 歪头看向我 我来到路上顺手买了早餐 要不要一起吃呀 这怎么好意思呢 我客套一句后 又招呼李诗雅赶紧进屋 李诗雅买的这点早餐 也只够两人份的 于是招呼了一声 就去厨房弄早餐去了 沈又楚好奇地眨巴着大眼睛 她还是第一次见到 跟自己姐姐一样漂亮的大美女 姐姐 你叫什么名字 李诗雅 李诗雅自我介绍后 也好奇地打量着这位妹妹 别看现在沈又楚一脸萌萌的样子 长大可是个胸控病娇 是三人最为疯狂的一个 在被我几次三番地拒绝后 就隔腕自杀了 生命永远地定格在22岁 我因为这件事 赶上烟酒 甚至后面的肺癌晚期 晚上也经常做噩梦 李诗雅笑音音摸了摸女孩的头 你叫什么名字呀 五岁的小女生 还有很大的可塑性 这要是能再搞成病娇 她真的该拿一块豆腐创死自己 沈又楚 小女孩甜甜的笑容 不禁让李诗雅晃了眼 小楚长得真可爱 李诗雅捏了捏面前 女孩婴儿肥的脸庞 我在厨房忙活了好一会儿 终于是把今天的早饭端上了桌 李诗雅看着碗里香喷喷的面条 又看了眼自己手上的白面馒头 小鱼想吃多少 哥哥先给你挑 我全都要 沈又楚嘴里已经开始不停地流着哈喇子了 好像每天都能吃到哥哥做的饭 等长大后 他一定要和哥哥每天生活在一起 吃饭睡觉打豆腐 我先给你盛一碗吧 我被对方这回答豆乐了 不够的话再说 哥哥再给你盛第二碗 给沈又楚成好 我又转头问萧荣瑜 荣瑜姐 你吃多少 一碗 李诗雅顿势感觉手里的馒头不香了 我的厨艺她以前可是尝过的 比外面饭店的大厨手艺都还要高 李小姐吃多少 我礼貌地问道 半碗就行了 李诗雅遗憾道 要是她没买早餐 少说也得来个三碗 早餐吃完后 李诗雅本想呆着和我聊聊天的 但是自己的老师萧荣瑜 就坐在那死死盯着自己 她根本就找不到 任何能和我搭话的机会 上辈子因为自己 连续日夜颠倒的工作 加上饮食不规律 去医院检查一番后 医生就说她很难怀上孩子 两人共同的遗憾 就是一直都没能有孩子 虽然我时常安慰她没事 但李诗雅知道 这是她的问题 上辈子不光是我有很多遗憾 她也有啊 万幸的是老天 给了她从头再来的机会 这次她要给我生个三包胎 哥哥 我和姐姐要走了 你要是有空的话 记得多来找我玩 沈又出摆着小手 十分不舍 好 我上前摸了摸沈又出的小脑袋瓜 萧荣瑜没在意两人 而是转头盯着李诗雅道 诗雅 你呢 行 我也该走了 李诗雅明白对方什么意思 我也没说什么客套话 将几人送出了门 我还得去收拾自己的行李 今天还要去学校报道 萧荣瑜见着李诗雅开车走了之后 才发动车辆 无论是谁 只要是出现在我身边的异性 她都有些戒备 自家的白菜自个都没拱了 沈又出突然回想起 昨晚自己没有被解答的问题 姐姐 为什么哥哥不能当我的老公呢 这是规定 你们是家人 有血缘关系的 不能结婚 萧荣瑜认真开着车 回答道 血缘关系是什么 结婚又是啥 血缘关系就是 等你长大以后就知道了 萧荣瑜没有过多解释 像这种基本的常识 都会在九年义务教育中给普及 解释的再多 她估计五岁的沈又楚 估计也听不太多 李诗雅连着打了两个喷嚏 抽纸醒了醒鼻涕 李诗雅掐了掐时间 便准备杀个回马枪 等她把车开回团结小区 萧荣瑜早已经走了 而我也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 走了出来 李诗雅脚侠地笑了笑 把车窗摇下来后 嗯了嗯喇叭 老 姜琪安 要去哪儿啊 又没有我身路搭你一截 不用不用 我微笑摆手拒绝道 可李诗雅却像是没听见似的 直接下车 抢过我手里的行李 这公交车站还挺远的 我送你一截吧 李小姐 不用 真不用 我走过去就行了 我话还没说完 人就直接被塞入副驾驶 剑推刺不掉 我还是准备选择真相定律 哎 过了过了 公交车站过了 李小姐 你开过了 李诗雅脚侠一笑 你是去景城大学报道的吧 正好我也要去 顺路 我一脸一问 你怎么知道我要去景城大学报道的 你朋友签啊 你不是有发过景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吗 我挠了挠头 还是有些不解 我就只发了个录取通知书的封面 也没发我多久开学啊 你怎么知道景城大学的开学时间 很简单啊 因为我要去景城大学工作呀 工作 老师吗 我一会儿瞅着身边的女生 都是一样的年龄 差别怎么这么大呢 不是了 是班助 就是帮助辅导员管理班级的小老师 这样啊 你是哪个班的班助啊 我没忍住心中的好奇问道 汉语言文学一般 我嘴角微抽 这还真是李普他妈给李普开门 李普到家了 你这一脸惊讶的表情 你该不会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吧 李氏雅明之故 装着一副好奇的样子 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 前世他和我一个学校 但彼此也并没有什么联系 我入学的时候 他已经在准备去国外做交换生了 这次他就想待在我身边 哪都不去 我 好像是吧 我牵强的笑了笑 那什么 李姐 呸 李老师 那几天前真的就只是意外 你千万别放在心上 我是真的想要救你 但是当时脚下一滑 他可不想因为这件事 得罪了刚认识的班主 而且要是记得没错的话 自己当时好像还扇了李氏雅一巴掌来着 这大学完全就是地狱开局啊 别叫我李老师啊 我就比你大三岁 我都大三的 你叫我李学姐就可以了 李氏雅毫不在意地摆了白手 你也别在意几天前的事 我没放在心上 可是这副轻松笑眯眯的态度 落在我的眼里 总觉得有点圣人 不不不 这可不行 李学姐 我心里现在那叫一个怕 生怕这位辅导员未来给我小鞋穿 还没等我接着说 手机铃声便响了起来 喂 荣语姐 有什么事情吗 我记得你好像是今天开学的吗 对 怎么了 你顺路也要回趟学校 我等一下 顺路搭你过去吧 不 不用了 荣语姐 我已经搭到车了 搭到车了 肖荣语有些傲谋 她为了访李氏雅 居然忘记景城大学开学的日子 李氏雅车子的隔音还算不错 即便我没有开免题 她也把两人的通话内容听了得清楚 要是肖荣语知道 我现在是搭她的车子去学校 那脸上的表情肯定很精彩 李氏雅将车子停到教室专用停车点 我正要解开安全带 一股好闻的玫瑰花香瞬间充斥在我的鼻腔 李 李学姐 你这是干嘛 这李氏雅整个身子都鞋靠在我的身上 李氏雅水汪汪的魅眼白了我一眼 我拿鞋子 说完 又勾了勾手 但还是没能拿到 我这时也才反应了过来 原来自己脚边放着一个手提的包装袋 扮上 李氏雅换好高跟鞋 两人先后走下车 我见李氏雅还想要接着帮我提行李 吓得我赶紧上手把自己行李抢过来 知道对方是自己搬住后 我心里便对其肃然起敬 哪敢还有其他小心思 别别别 学姐 这我自己来就行 行吧 那我带你去报道吧 不不不 不用 学姐 我自己去就行了 这有啥好害羞的 害羞 我没害羞啊 谁害羞了 那什么 李学姐 我肚子有些疼 我先去上个厕所 我来到宿舍的时候 宿舍两个室友都已经到了 中分被带裤 特别喜欢打篮球的叫陈明 江湖人称爱困 身材偏瘦 脸上露出莫名的笑容 看起来有些小猥琐的叫张红斌 男生之间的友谊不是一顿饭能建立起来的 那就两顿 三人的午饭是在校园外面的一家餐馆解决 三人走在回宿舍的路上 总是能看见一群正直妙龄女大学生 就见面前的超市走出一对小情侣 女生打着伞 男生手里拿着一瓶冻过的可乐 宝宝 你这不热啊 要不然喝很可乐 我不热 你喝吧 就喝一口吧 行不行吗 好不好吗 看着小情侣渐行渐远的背影 三人心里都有些不是滋味 真穷 两个人喝一瓶可乐 恶心 羡慕啊 有啥羡慕的 找一个不就行了 我耸了耸肩 这狗粮喂的真是猝不及防 江琪 超市里传出一道很好听的喊声 三人的注意力立马就从小情侣的背影移了过去 李世雅刚在超市里买了些洗漱用品出来 就看见不远处的我眼巴巴的望着别个小情侣的背影 此时设有两人的眼珠子都快蹦出来了 李世雅那霍国殃民的长相 让两个出哥都不知道把眼睛该往哪里放 李世雅一声轻笑 对着三人招呼道 你们都过来吧 我请你们喝饮料 我正打算白手拒绝 可身边的两个牛马直接猛的点了点头 付完款 牛马两人就美滋滋的拿着可乐率先走出了超市 李世雅这时把身子贴在我的身后 柔声提醒道 以后少喝点可乐 对身体不好 我转过头 不明白为什么对方会说这话 可还没他问 李世雅就脚步轻踩地离开了超市 回到寝室之后 最后一位室友也到了叫几树头 长得有些老成 戴着一副无边框的眼镜 手里还拿着一个保温杯 到了晚上 要去教室开会 我整个寝室去的都有些晚 几乎是踩着点刀的 因为室友两人在寝室里面 整了一个骚气十足的发型 一个中分 一个二八分 一个鸡鸽同款 一个汉奸同款 几人到了教室 挑了一个比较靠后的位置 而在我的前面 坐着的是一个把头发 染成了金色的女生 你是以前一中高三一般的江琪安吧 哎 我是你是 我倒是没想到 能在这里碰见以前一个学校的 我是三班的 我叫林一 君强 没想到能在这里碰见你 林一没想到在这能见到我 那以前在学校可是校草啊 不仅让女生馋得流口水 甚至于都掰弯了好几个男生 这时李世雅进入班级 就看见这让他有些刺眼的一幕 这该死的黄毛 前世就是这黄毛 和江琪安大学谈了三年恋爱 然后一毕业就把江琪安给踹了 你们好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李世雅 是各位的班主 你们以后可以叫我李学姐 随后就是同学们各种的自我介绍 结束后 李世雅交代起君训的注意事项 整个班会期间 黄毛女孩都在拉着我说话 林一特别有意思 很有梗 她反正是被逗得哈哈大笑 张红斌和陈明两人也是看在眼里 对视一眼后露出老父亲般的微笑 李世雅站在讲台上也看得清楚 表面上虽然云淡风轻 但是心里已经开始盘算起自己的小心子 我收到一条VX消息 拿起手机一看是李世雅发来了的 江同学 等会儿下课之后可以麻烦来趟办公室吗 李学姐 怎么了 也没什么大事 就是需要你帮我点小忙 班会结束 我找了个借口便和自己的几位室友分了开 学姐需要我帮什么忙 我好奇到 帮我搬一点东西 领着我先来到他办公室 胡乱报起两答资料后 就往教室公寓走去 我沉默地跟在李世雅身后 李世雅心里在盘算的等会儿该怎么诱惑我 这上辈子就是他追的我 这重生回来 得要让我主动追他才行 有句话说得好 高端的猎人往往是以猎物的姿态出现 走了近十分钟 来到教室公寓 我进门之后 把东西放下 便准备离开 别急着走啊 坐一会儿吧 李世雅从冰箱里面拿了瓶矿泉水递给我 随后拉着我走到沙发上坐了下来 江青安 我还有点事情 想找你帮忙 还有事情 我接过矿泉水 规规矩矩地坐在沙发上 我在男生里面也就对你比较熟 以后男生那边有什么状况 我总需要一个信任吧 我点了点头 这听起来并不是什么难事 行 行 你答应了就行 哦对 你等我一下 李世雅说着就起身 走到刚报过来的资料前 东翻翻西找找 几分钟之后 李世雅从面前的资料堆里面 拿了一个她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 快要走回到沙发时 脚腕一扭 整个身子就栽倒了下去 我都还没反应过来 就又被对方给摁在了沙发上 又再次让我感受到 上次李世雅给我肚气的时候 我脸蹭了一下就红了 李世雅装着有些疼痛的样子 好痛啊 不好意思啊 我刚刚不小心把脚给扭到了 不好意思啊 学弟 李世雅立马双手 撑着我的胸膛坐了起来 这距离她可是故意把控住的 要的就是这种四心非亲的感觉 就是要不断撩搏对方的内心 没事 学姐 你快起来吧 我红着脸 好 李世雅见好就收 拖着一瘸一拐的步伐 坐到了沙发的另一边 我坐起来之后 立即把头转到了另一边 不用照镜子都知道 自己现在的脸肯定是通红一片 江同学 可以帮我来点药酒过来吗 就在那边的抽屉 李世雅脸上楚楚可怜的说道 我立马循着对方手指的方向走了过去 拉抬抽屉翻箱倒柜的找了起来 李世雅趁着我背对着 在视线的撕脚 她伸手隔着直捅裤 在大腿跟猛掐了一把 这一下是真的把她眼泪都给痛出来 半晌 等我拿着一瓶红花油走了回来 李世雅晶莹的泪珠挂在眼角 小学弟可以帮徐姐一个忙吗 我有点怕疼 不敢开伤口 你帮我伤药 可以吗 我咽了口唾沫 面对这样子的李世雅的这种请求 根本没有抵抗力啊 可以 我蹲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把李世雅脚上的平底鞋 和袜子脱了下来 不过让我感到有些奇怪的是 这白白的脚丫子也不像是有伤口的样子 别说伤口啊 连块红肿的印记都没有 看着在给她认真涂药的我 李世雅突然很想把自己脚丫子塞对方嘴里 这种事情她以前也没少干 有句话说得好 这谈恋爱啊 越喜欢越变态 越变态越甜蜜 越贴贴越长久 慢慢来慢慢来 不能下着年轻的老公吗 我上腰上的很仔细 同时也很温柔 怕把对方给弄疼了 李世雅对我这副认真的态度无比的满意 不过她脸上还是维持着自己沉淀了两世的眼睛 行了 学姐 这样应该可以了 我不仅上了个药 还贴心的做了一个简单的包扎 谢谢啊 教学弟 李学姐 要是没事的话 那我就先走了 次日 早上八点 操场 新生们穿着统一制式的军绿色迷彩服 各班级的辅导员站在班级的左手边 李世雅在整个操场都是最亮眼的存在 我就站在李世雅身边 准确点来说是李世雅站在我的身边 我这身高本该站在中间几排的位置 可是李世雅却非让我站到了第一排 学姐 你脚没事了吧 我小声的关心道 好多了 刚才班级集合 她就看到那灵异就站在我身边 虽然灵异带给她的危机感并不大 但是 这可是她的老公哎 我瞥眼偷偷打量着身旁的李世雅 李世雅侧脸比正脸还要好看几分 我瞟了第一眼 第二眼 第三眼 好看吗 李世雅轻声问道 我装傻冲愣道 李世雅轻声 他们送福利 西瓜 饮料 冰棍 雪糕 其他专业的学生那是羡慕的直流口水 别人家的班助不仅长得漂亮 对学生还这么好 再看看自家的班助 只会阿巴巴 真是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全体都有 听我口令 李教官吹了声口哨 便吩咐班级里的男生和女生相对坐 现在 李老师给大家带来了西瓜 大家想不想吃啊 想 顿时想起一整嘶喊声 甚至有几个男生都喊破喉咙 李世雅倒是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只不过他的手机摄像头 看似是在照班级的其他人 其实却是一直对准着我 不多时 已经划好的西瓜便摆在男生和女生面前 接下来 我吹口哨 谁先抢到西瓜 谁就吃 紧接着一道口哨声落下 有男女之间在相互比手速 也有男生展现了十足的绅士风格 把西瓜让给女生吃 我看了眼坐在自己对面的女生 戴着一副黑矿眼镜 柔柔弱弱的 我把中间的西瓜往对面推了推 同学 你吃吧 不 我不要 江奇安 你吃吧 我不吃 李文文把西瓜往回推了推 我这一个礼拜 可是在全校各个女生寝室间出了名 简直是世界第二帅 你问我世界第一是谁 我来帮你打开摄像头 看好了吗 灵异就坐在李文文的身边 瞧见这一幕 她便把自己的西瓜递给我 文文 你吃吧 江奇安 你吃我的吧 话音刚落 坐在灵异对面的男生脸色就古怪起来 这西瓜 好像是她刚刚让给灵异的吧 她好像突然之间 成了小丑 一直默默用手机记录美好生活的李诗牙有些坐不住 起身便走到我面前 把口袋里面还剩大半的西瓜都给了我 这里还有 要是不够的话 可以再拿 谢谢学姐 我从袋子里面拿出一牙西瓜 吃完一个西瓜后 便感觉意犹未尽的 可能是因为正处在军训 所以西瓜吃起来都比平时好吃了不少 或许是因为我砸把嘴的样子太过明显 灵异全都看在了眼里 江奇安 我这还没吃 你要不吃我这个 对面的男生发誓 要是再有下次 他绝对不会再把西瓜让出去 不用了 你吃吧 这个我可不好意思咬 毕竟身旁的这哥们 那眼神就跟要杀人一样 李诗牙看了眼时间 现在才三点半 距离下午操练结束 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江奇安 你跟我来一趟办公室 正在阳光暴晒的其余同学们 看着我离去的身影 有些羡慕 尤其是男同学 我跟着李诗牙来到一间办公室 就见一个浑原的小西瓜放在座位上 你手机大不大 李诗牙转过头来问道 还行吧 李诗牙从口袋里拿出个一次性勺子递了过去 这几天我和李诗牙的关系 也算是渐渐熟弱了起来 我也总算是体会到 和班主搞好关系有多么重要 这一周以来 我可没少吃雪糕冰淇淋 因为李诗牙每次都会不小心买多几份 买多的 就全部落进了她的肚子里 刚开学那会儿 我面对李诗牙还有些尴尬 但是现在 我只想养天长叹 这是什么神仙班主啊 请给我来一打好吧 晚上的训练比白天 要轻松很多 一般练上那么一小会儿 教官就会让学生们原地作假 然后开始和其他班级拉个比赛 李教官脸色瞬间就不好看了 咱们班就没一个会跳舞的 我此时感觉有些不对劲 因为身旁的人有些蠢蠢欲动 等一下 果然不出所料 耳旁传来一声利和 这一周的时间相处下来 自己室友是什么样 我心里还是有点比数的 才艺那是根本没有的 除了会跳一段 金里太美 等等 马萨卡 难道说 陈铭缓缓站起身 嘴里还操着一口中二的台词 这么说起来 现在就是我苍蓝猛兽上场的时候了 我一脸问号 村里人 小黑子 室友这成分有点复杂 李教官眼中闪过一丝金光 眼前这学生自信满满的样子 要说没有点本事是不可能的 老陈 难道你 在队伍另一头的张红斌也站起身 看着陈铭 心里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 陈铭45度角仰望天空 略显忧郁 声音低沉到 老张老江 要一起吗 陈铭走到音响旁调音乐的时候 李诗雅正好走到了班级旁 话音刚落下 BGM便响了起来 歌曲前奏一响 整个操场的注意力都被吸引了过来 直一女看你 直一女看你 短短两句 硬控操场所有人 陈铭站在万众瞩目的位置 拿起话筒 一边扭夸跳 汉语言文学一般的同学们 脸上表情愣住 李教官人也有些妈了 六啊 李诗雅拍了拍手 没想到这年轻人玩得真变态啊 见着自家班助带头鼓掌 汉语言文学一般的同学只好一边笑 一边鼓着掌 陈铭做了一个帅气的收尾动作 擦了把头上冒出的汗水 然后拿起麦克风说道 学生表演完 就吼着让教官上台表演 一套军体拳打完 美帝不像话的李诗雅 便吸引了对面班级的注意 嚷嚷着让班助也上台表演个才艺 李诗雅自然是放得开的 大大方方的就走到了舞台中央 我想找个人一起合唱 有没有愿意的 不出意外的就要出意外了 李学姐 江琪安想要和你一起唱 她说她唱歌贼溜 说完 陈铭还把我的手高高举了起来 好 那就江同学吧 上台 李诗雅笑了笑 不错 十分的不错 给她开开后门 学姐 我不会唱歌 就她这五音不全的嗓子 这上台 那就是纯来丢人现眼的 没事的 我带着你 别人听不出来的 要不我还是下去吧 我看了眼周围 上百只眼睛齐刷刷地盯着 我腿都有些打抖 放轻松 李诗雅柔声安慰道 看着我这般胆小的模样 她觉得有些好笑 我歌都唱好了不准跑 话落 一旁的音响便响起一道 悠扬的歌曲前奏 前奏一响 我就愣住了 我父母以前最喜欢的歌曲 小的时候给我放过 唱过无数遍 在我还发愣时 李诗雅已经握着麦克风 声音清脆地唱道 两句唱完 我沉默了 两边的听众也都沉默了 这歌唱得 好像有些跑调啊 李诗雅在唱过两句后 便识趣地把麦克风 拿到了我的嘴边 她为什么会上台 又为什么会选这首歌 那当然是因为这首歌 是我的最爱啊 前世每次去KTV 我都会点这首歌 还有结婚的时候 我也唱的这个 花过我 不变的心上 相信你还在胜利 从不曾离去 我的爱像天生守护你 若生命直到这里 从此没有我 我会找个电视 替我去爱你 一曲唱吧 两边两个班级的听众 此刻也是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雪姐 我能问问你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吗 我好奇到 李诗雅眼眶有些湿润 蒙眨了眨眼睛 把眼泪憋了回去 随即抬头 对着我笑着说道 因为喜欢啊 刚唱着唱着 她就想起了以前很多的鸡 记忆的最后 是某个生命到头的小老头 抚摸着她的脸说 别怕 老婆 我会化作天使守护你的 这妖巧 我惊讶到 我也喜欢这首歌 那真的好巧啊 李诗雅淡淡的 最后一首歌唱完 夜间的操练也落下了帷幕 该回寝室的回寝室 该谈恋爱的谈恋爱 该去小树林的去小树林 玉井湾 景城三环内的一处别墅区 姐姐 姐姐 怎么了 我看见安安哥哥 和那个女人在一起唱歌了 什么 什么女人 什么唱歌 姐姐 你看嘛 沈幼楚把手上的手机 放在了书桌上 萧荣瑜皱着眉头 拿起自己的手机 手机屏幕上显示的 景城大学的论坛 是女人 虽然视频画质有些不清晰 但萧荣瑜还是一眼就认出来 这不正是她的得意门声 李诗雅和她的弟弟将其安吗 姐姐 我要去找安安哥哥 我也要和哥哥一起唱歌 陆主官 安安哥哥正在军训 你见不到他的 而且 你明天还要去幼儿园呢 赶紧去睡觉 萧荣瑜一把暴气沈幼楚 回到了对方的卧室 萧荣瑜走到楼下 快步走到了停车库 从中选了辆跑车 一路风驰电车地开到了景城大学 她突然回想起来前段时间 对方跑过来拜托她说 想要去大一当班主 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 她当时也没多想 就同意了 现在看来 她怎么有种预感 自己的这个徒弟 像是奔着她弟弟将其安去的 萧荣瑜快步朝教室公寓走去 教室公寓301 李诗雅正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和我甜蜜双排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 谁呀 李诗雅一边操控着手机 一边往房门走去 走到房门 透过猫眼往外面一瞧 只见一张冰山美人的脸庞 显现在她眼前 李诗雅连忙就把手机收了起来 反复深呼吸两次调整了一下状态后 房门防缓打开 李诗雅脸上带着奥斯卡影帝级别的警察 哎 萧教授 你怎么来了 萧荣瑜眼眸半眉 认真地端向着面前艳丽的小脸 似乎想将眼前之人看个底朝天 李诗雅热情地招呼 萧教授 你快请进快请进 萧荣瑜这人他也了解 有疑心 但自傲 从不会怀疑自己的判断 他猜 现在的萧荣瑜心里肯定对他有所怀疑 在怀疑他是不是别有用心地接近江七二 你当时找我说 想要去大一当班助历练 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去汉语言文学这个转意 萧荣瑜逮着对方的微表情猛瞧 这也是他最大的疑惑 若是李诗雅只是随便去个班级 他都无所谓 但是偏偏只名道姓说去汉语言文学 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因为我父亲曾经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 这次暑假回家 我父亲生了一场大病 拉着我摆了很多他以前校园生活的趣事 这也就是我为什么会拜托教授 想去汉语言文学当班助的最主要原因 李诗雅接着半真半假地说着 父亲确实生病了 只不过不是大病 就是普普通通的小感冒而已 萧荣于听后沉默不语 似乎在思考什么 李诗雅接着自言自语道 不过夏教授 我可真是没想到 说来实在也巧 我也没想到你的弟弟会是我班上的学生 真的只是巧合吗 萧荣于眼眸半脸 身子也渐渐向后靠去 比在柔软的沙发上 一条洁白光滑的大长腿搭在另一只腿上 双手也叠放在膝盖上 望着李诗雅的眼神渐渐少了几分事态 这是巧合 说来我和江琪安也实在有缘 萧荣于就十分不舒服地摁了一手 这声调上扬 显然是对他刚才话里的某句话有些不满 李诗雅只好识趣地闭上了嘴 如果按照他自己之前的猜测 李诗雅若真的是特意策划安排的这一切 那么脸上肯定会有破绽才对 作为一名大学十七辅修过心理学的人 他很相信自己的眼光 这天突然天下暴雨 学校也是将今天下午的军训取消 请示四人也是准备出去犒劳一下自己 张宏斌一直说有什么惊喜 火锅店门口 我和陈明总算明白张宏斌说的惊喜是什么了 四个女生还都认识 同班同学 林逸李文文 张玉 林婉婉 吃完饭我上着厕所的功夫 他们几个都已经把晚上行程安排好了 啥 喝酒 我不去 我摇头拒绝道 老江 你瞧你这话说的 大家都要去 你干嘛不去 难得能够放个假 干嘛不好好享受一下 走啊老江 一起去喝酒 老张都已经把单给买好了 难得这小子请客 难道你不想去宰他一顿 我蹲在原地仔细地想了想 这军训这么久了 累死累活的 好像放松一下也没什么不行的 而且 酒吧我对这地方也十分的好奇 教室公寓 李诗雅趴在沙发上 有些烦躁 小腿在空中来回踢个不停 我等了你一个小时 你给我说你要出去玩 气死我了 李诗雅拳头捏紧 对着一旁的沙发靠着猛猛挥了好几拳 而她没想到的是 刚消完的气 在半个小时后 她打开朋友圈 又蹭蹭蹭地冒了出来 她第一眼就看见陈明发的朋友圈 第一张照片是吃火锅的照片 虽然没拍清人脸 但是女生的手入镜了 左边坐着江崎安 右边坐着的是谁 虽然看不太清楚脸 但是这一头显眼的金色长发 李诗雅立马就分辨了出来这是谁 我靠 竟然有黄毛偷家 李诗雅立马就翻身走下沙发 连身上的衣服脚上的拖鞋都没换 直接快步走到了停车场 我们来玩游戏吧 来到酒吧 自然是少不了酒桌小游戏的 在张红斌的提议下 几人很快就开始了第一个小游戏 叫做倒满就喝 只要一个酒杯每个人分别往里面加酒 最后一个让酒满出来的人喝 了灵异 他看了眼坐在他身边的我 拿起啤酒瓶就往杯子里面猛的灌酒 有句话说得好 女人不喝醉 男人没机会 这句话换一下性别 也是如此 嘖嘖嘖 灵异 你这下手也太狠了 林婉婉打句道 老江 你要玩了 张红斌同情地看着我 为了提升游戏的刺激 他们拿的杯子都是大哥的 容量足足有一声 相当于对着酒瓶吹了两瓶啤酒 我想拿起酒瓶轻轻点出两滴酒水来 可是酒杯的容量已经到达了一个极限 一滴也装不下去 一咬牙 一闭眼 抬手就扶着杯子 把里面的酒水咕噜咕噜喝下肚 直接第四轮 我实在受不了 连续喝了三大杯 感觉被针对了一样 我迷迷糊糊地站起身 刚站起身 又东倒西歪地坐了下来 如此反复两次 老江 你要干嘛 可我像是没听见 她应该是想上厕所吧 刚刚喝了那么多酒 我扶她去救水 灵异说着就站起身 扶着我的肩膀 往厕所走去 你好 女士 请问你 找人 李诗雅扔下简单的两个字 迈着大长腿就直接往里面走去 卫生间 灵异扶着我慢慢走到了南厕所旁边 我身上的香味让她不禁有些心愿意满 厕所到了 你去吧 我摇晃着不清醒的脑子 看着周围的环境 有些猛 我像是听不懂她说的话 只是一手扶着脑袋 静着面前少年完美的容颜 心跳渐渐加快 多少个梦里 她都梦见过这一幕的出现 趁着现在我喝醉 她完全可以偷偷地品尝一下 事后当作没事人 灵异咽了两口唾沫 把嘴慢慢往前凑了上去 嘴巴往前凑近一分 她的心跳就加快一分 一旁上厕所路过的客人们 对此也见惯不惯 女生 黄毛 长得虽然也不差 但是这两人是不是拿错了剧本了 就在灵异即将得逞之际 她只感觉身后有人拽着她的衣服领子 用力把她猛地往后拉了拉 这一拉 她差点没亮枪地跌在地上 林同学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李诗雅眼中燃着怒火 好啊 她倒是小瞧了灵异 李学姐 灵异皱了皱眉 我在问 你刚才准备干什么 李诗雅立声问道 刚才 灵异话音一顿 江崎安喝醉了 想上厕所 我带她来上厕所 上厕所 李诗雅轻挑地笑了笑 把人按在墙上 我看她脸上好像有东西 我帮她看看 灵异接着解释道 李诗雅扶着我的手臂 一步一步往外面走去 李学姐 你这是 灵异栏在两人身前 我带她回学校 李诗雅坦然道 还是我来吧 林同学 你是不是以为我平时在学校里面没发过火 你就以为我很好说话 李诗雅语气渐渐冷了下来 眼神也变得冰冷 灵异被这一眼瞪住了 僵在原地 李诗雅把我声拉硬拽地拖到了她车上 我酒量很差 几瓶啤酒就能醉得不省人事 白酒更是不行 两口就得倒 前世结婚的时候 我敬酒都是喝得白开水 随后走到另一边开门准备开车离开 就见一旁的我用腿盯着车门 见根部开后 把头往窗外探去 随后整个上半身都在往外面 江琪安 你今天想干嘛 你还想回去接着喝酒是不是 我告诉你 不可能 一提到酒 李诗雅就回想起我前世那颓废的样子 所以她很不想江琪安这辈子再接触烟喝酒 我一脸急色 想上厕所 憋不住了 你 嗯 李诗雅一脸惊恶 你刚才不是上了厕所吗 我顾不得眼前这女人说了些什么 只是双手用力猛地来回拽着车门把手 好好好 你别急别急 我带你去就是了 李诗雅赶紧解开安全带下车 打开副驾驶车门后 我此刻的酒都稍微清醒了一些 走路都能走个直线 李诗雅起初还没反应过来 等反应过来 我已经站在了白杨树底下开始掏家伙事了 可是下一刻 拉下的库拉链又被拉了回来 李诗雅拖着我快步往酒吧里面跑去 李诗雅也立马拉着我就进了厕所的一个隔间 进了隔间 我反倒是扭捏了起来 你干嘛快点呢 李诗雅不解道 你转过去 我不好意思道 你跟我不好意思 你屁股上有几颗痣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李诗雅没好气地说道 赶紧的 走 姜琪啊 我跟你说 你以后可不准喝酒抽烟了 知道不 李诗雅也没多问 只是等了又一会儿 你好了没有啊 李诗雅察觉到了不对劲 转过身 只见我坐在马桶盖上睡着了 缓缓探出一口气 她紧跟着上前把我给扶起来 隔间门外 四个哥们此刻都聚精会神地盯着我这个隔间门 他们倒要看看 这是怎么个事 只见一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女生 扶着像是睡着了的男生走了出来 那什么 不好意思啊 我男朋友喝醉了 李诗雅不好意思地看着面前四个男生 四个人 三个人看傻了 我去 不是 哥们 凭啥呀 我看刚才那样子 怎么感觉像是女生主动 刚才在酒吧里面灵异想偷亲的画面 要是她没赶过来 说不定灵异已经亲上了 而且难免对方不会借此机会 做出一些更过分的事情 李诗雅抬手 两根葱白的手指捏住我的下巴 以后可不能和其他女生出去喝酒了 迟到了不 李诗雅温声细语道 算了 就你现在这样 说也白说了 不过我要给你一点惩罚 嗯 窒息的感觉再次袭来 就跟上次落水一样 我被闷得脸都红了 原本还闭着的眼睛瞬间睁开 你谁啊 我是谁 李诗雅揉着嘴巴 我是你老婆 你胡说 我看着眼前生出残影的女人 感觉是有点眼熟 但又想不起来 我还是你爹呢 你敢不敢再说一遍 我是你爹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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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诗雅气笑了 果然不愧是十八岁啊 这胆子就是大 要倒反天罡 李诗雅身子从驾驶位 窜到了副驾驶位 李诗雅把那不安分的手牢牢锁住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 怎么谁是谁的爹 呸 我是你爹 我说完遍张嘴 可是等了一会儿 和我想的颇有些偏差 面前女人没有再接着咬她 而是打开车门走了下去 行了 走吧回去睡觉 李诗雅捂着手臂 我感觉自己此刻好像是失忆了 完全想不出任何记忆 望着面前的女人 我不禁有些疑惑 难道这真的是我老婆 你真是我老婆呀 我侧头看着一旁的李诗雅 还别说 面前这女人长得还挺漂亮 哼 我哪是你的老婆啊 李诗雅阴阳怪气道 你不是我爹吗 我有些尴尬的挠了挠头 我刚才开玩笑的 你离我远一点 别啊 我错了吗 老婆 教室公寓 我舒服地躺在柔软的床上 棉被上有股玫瑰花香味 好闻得很 李诗雅坐在床边 正拿着医用酒精 棉签 绷带 处理着手臂上的伤口 老婆 为什么我们床这么小啊 感觉两个人睡有点几位 因为这并不是我们的家 这只是我上班的宿舍啊 上班 老婆你是干嘛的 我为什么想不起来任何的记忆 我是你老师啊 你不用想了 你就算再这么想 也想起不起来的 这是你体质问题 李诗雅耐心地回答着我每一个问题 一边处理着手臂上的伤口 你是我老师 我有些梦 你的意思是 你是我老师 又是我老婆 我有些不敢置信地低头 看着自己双手 那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硬要说的话 我们已经在一起60年了吧 这每一个字 我都能听懂 但是连在一起 我就有些听不懂了 有些怀疑 自己的这个老婆是不是傻子 这说的话怎么有些疯疯癫癫的 次日 清晨 第一眼 我以为自己在做梦 第二眼 我使劲用手揉了揉眼睛 第三眼 我眼里布满了震惊 李诗雅眼神倒是没什么变化 就是直勾勾地盯着我 李学姐 我 你 昨天 我们 我像是瞬间被抽离了语言系统 支支吾吾老半天 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 李诗雅倒是饶有兴趣地盯着面前慌张的少年 别急别紧张 慢慢说 我此刻脑子有些乱 我就记得昨晚跟着陈明他们去酒吧喝了酒 然后 我喝醉躺在沙发上休息 再然后 就没有然后了 可面前的场景 这要是没发生点什么 我都不信 可偏偏我又什么都想不起来 行了 别想了 叫学弟 昨晚咱们什么也没发生 那为什么我会在你的床上 不 李诗雅叹了口气 说来实在也巧 昨晚我在酒吧遇见了你 刚要去上厕所 结果你就拽着我 哭着说让我带你离开 我不愿意 你还急了 你可一个爹爹都叫我 你爹都叫了 我也就只好勉为其难地把你带回来了 至于你为什么会在我的床上 我记得我让你睡沙发 你是趁我不注意 偷偷溜进我房间 然后爬上了我的床吧 李诗雅说着说着 就又注意到我脸上那精彩的变化了 从满脸通红 又迅速降温 成为了惨白色 我听得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 叫爹 然后半夜偷偷摸摸爬进自己老师的床 李学姐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一个没注意 就跌倒了床下 没事 也不用道歉 反正我们也没发生什么 只是 你不要出去乱说就行 好 学姐 我知道的 我真想抽自己俩大嘴巴子 还有以后不要再去喝酒了 知道了吗 是是是 我知道 我以后一定不喝酒了 有了这一番精彩的经历 我感觉自己以后对酒精都有些过敏了 萧荣于一大早上就拖着自己行李箱 从家里到了学校 早上七点出的家门 七点半就到了教室公寓门口 踏踏一下打开门 正巧就撞见李诗雅刚从卧室出来 早上好啊 萧荣于主动打招呼道 他对李诗雅的感官还是挺好的 话音刚落 却见对方那犹如见了鬼一样 我瞬间被吓了一跳 张大着嘴 正要开口询问 李诗雅赶紧快步冲到我身前 用手捂着我的嘴巴 要是被对方知道 我昨晚和她睡在同一张床上 那估计得立刻把她逐出室门 看懂意思的我点了点头 等对方把人撤开后才小声地问道 李学姐 你干嘛呀 你别大声说话 小声一点 你萧荣于姐在外面 不过话说回来 萧荣于姐怎么会在外面啊 她就住这个公寓的 哦 行吧 对了 学姐 我能不能多嘴问一句 一边示意我赶紧躲到床下去 萧荣于总感觉 今天李诗雅有些奇奇怪怪的 哎 萧教授 你吃早饭了没 我最近在外面发现有一家早餐店 特别好吃 你赶紧收拾一下 我带你过去尝尝 接着就挽起萧荣于的手臂 往外面走去 我躲在床下 一动也不敢动 脸口大气 也不敢多喘一下 直到听见外面传出的关门声 等两女离开房间 才从床下爬了出来 手机VX传来了一条消息 等会儿你自己去吃早饭哦 我帮你给李教官打个招呼了 你今天可以休息一天 不用训练 早餐店 李诗雅小口吃着手里的小笼包 看着坐在他对面的冷艳女人 他心意一动 萧家舍 说来实在也巧 我昨天本来和朋友在酒吧喝酒 但是没想到遇见了江其安他们 萧荣于眉头一皱 拿着一次性筷子的手 顿在了半空中 然后呢 李诗雅微不可查地露出 狐狸般狡猾的笑容 然后你猜我看见什么了 我看见你弟弟将其安喝醉了 然后就在那厕所外面 被一个黄头发的女生安在桥上亲 话音刚落 只听咔嚓一声 萧荣于手上的一次性筷子断成了两截 李诗雅看得眼皮一跳 萧教授 你也别担心 我当时既然瞧见了 自然不会不管 我立马就制止了我们班上学生 这不恰当的行为 并且还言辞批评了他 他也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萧荣于听到制止两个字 脸色稍微好看了一些 你们班上了学生 对啊 萧教授 现在的新生玩的可真话 李诗雅一副聊闲八卦的语气 让人听不出来分毫 她是故意为之 黄头发女生 萧荣于默默记下了这个外貌特征 下午 李诗雅提着一个饭盒走进了男生宿舍 轻轻敲了两下门之后 她便推门走了进去 我听见有人敲门 原本坐在床上玩游戏的我回头 正和刚进门的李诗雅四目相对 立马就把手上的手机甩到了一边 然后用手微微扶着额头 努力装出一副我头有点晕的样子 行了 赶紧下来吧 你头还晕不晕啊 李诗雅笑道 我深思熟虑地点了点头 还有些晕 但是已经好多了 我可不想现在就被叫下去军训了 这有醒酒汤 你上来喝一些吧 应该会好一点 李诗雅扬了扬手中的饭盒 切开盖子 一道浓郁的味道飘散在宿舍里 醒酒汤 她前世经常熬 可以说是铭记于心了 这还是她重生回来第一次给我熬醒酒汤 但愿这会是最后一次 厉害呀 李学姐 你这手艺专业的 我竖起了大拇指 嗯 以前跟着某人学的 我点了点头 也没有多问 再允许你休息一个下午 晚上记得去操场参加训练 不是说好休息一天的吗 我小声地反驳道 那你头还晕吗 好像还是有点晕 行吧 那就允许你休息一天 明天上午记得去操场参加训练 李诗雅一边说 一边拿着饭盒往阳台走去 她打算顺便就在这里把饭盒清洗干净 李学姐 其实这头挺晕的 明天早上起床说不定还有点晕 你看要不 李诗雅听后也没回话 只是转过身盯着面前的我 盯了好几分钟 我都感觉自己被盯得有些发毛 那什么 李学姐 你别在意 我开玩笑的 军训也快接近尾声吗 这几天就是在不断的彩排 最后也是有李诗雅一首爱的李赞钢琴曲 结束了这长达一个月的军训 我手机屏幕上接连弹出了两条消息 江祺安 你现在有空吗 我这遇到点麻烦事 你可以过来帮我一下吗 我疑惑回复道 怎么了 就是 我肚子有些疼 然后我高跟鞋刚才还不小心卡在路边的井盖了 好 你在哪啊 就在操场旁边那个小树林的路边 李诗雅站在井盖上 低头看了眼脚下 此时她的高跟鞋鞋跟正恰好卡进了井盖 不过似乎觉得这么做不够逼真 她又接着把高跟鞋的脚后跟完全踏进井盖里面 做完这些 她又低头看了眼四周 景城大学小树林 据传每次这个地方到了深夜 就会传出女鬼哭泣的声音 甚至到了大半夜 还会从树林里面模糊地看到几个鬼影 少请 李诗雅的视线那边出现了 我往这边快步走过来的声音 见状 她立马掐了把自己腰间的二两肉 弯腰捂着肚子 一脸痛苦的样子 学姐 你怎么了 我一路小跑过来 额头上都已经布满了细小的汗水 李诗雅一双好看的眉毛紧紧皱在了一起 被齿紧咬着下巴 没 没事 你这可不像是没事的样子 我连忙蹲下身 学姐脸上这表情我以前也见到过 在自己姐姐柳如烟的脸上 柳如烟以前每次来大姨妈的时候 那疼得简直在床上直打滚 高跟鞋在井盖里面卡得很紧 我忙活了老半天 才好不容易把鞋子取出来 学弟 可以帮我穿一下吗 我这没力气了 李诗雅说着就弯下腰 手臂撑在我的肩膀上 几缕黑色的长发落在我的脸前 又再次闻到了那股熟悉的玫瑰花香 我咽了口唾沫 慢慢给对方脚掌穿上鞋子 我带你去奶茶店坐一会儿吧 顺便买杯热水 李诗雅捂着肚子 点了点头 江琪安 你可以牵着我走吗 我实在有点脱力了 学姐 你别说话了 我牵着你走吧 我不由分说地牵起对方的小手手 李诗雅现在给我的感觉 就像是随时都会断气一样 学姐 你喝一点这个吧 感觉应该会好上一些 我把红糖姜茶放到了李诗雅面前 李诗雅咬着吸管 小口喝了几口手里的红糖姜茶 这味道怎么说呢 有点难喝 远没有江琪安自己煮的半点好喝 我喝了几口自己手里的椰果奶茶 怎么样 学姐 是不是好多了 没有 江琪安你要不扶我去趟医务室吧 我去拿一点不落分算了 李诗雅一张精致的小脸 此刻变得皱皱巴巴的 怎么会 肚子还是很痛吗 你要不试着自己揉一揉 我手凉 李诗雅小声道 你这样来回搓搓手 我抬手掩饰着 左手和右手在半空中快速摩擦生热 李诗雅皱着眉头 嘴角轻撇 颤颤巍微抬起手 刚搓了两下 嘴里便发出一声痛哭道 不行 实在太痛了 江琪安 你还是带我去医务室吧 学姐 现在已经八点过了 学校医务室的老师都下班了 也对 我都忘了 那你带我去学校外面的药店吧 学姐 我犹豫了一下 还是开口道 是要对身体不好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帮你揉揉肚子吧 我姐以前在家的时候也痛痉 然后我每次帮她揉揉肚子 她都会好上很多 我刚说完 坐在她对面的李诗雅 就瞬间低下了头 我只以为是对方觉得 我的这个体有些不同 殊不知 此刻的李诗雅 正压着疯狂向上扬的嘴角 比AK都难压